停牌半年的XT德奥于6月5日复牌,截止今日已经连续三个跌停,被扩的3万股东已经绝望。 公司原名伊利浦,于2008年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,当时公司主营电饭包、电烤炉等小家电产品,在国际小家电市场上,拥有较好的客户资源区域优势。 但2008年至2012年,公司业绩平平,时控人决定转让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。 2013年,股权转让完成后,公司实际控制人,由自然人简伟人,便更为张家运,并且展开了一系列资本运作,进入高端通用航空研发制造领域,发展共轴双旋翼直升机、无人机产业。 为此,公司还制定了通用航空业务五年战略规划,提出至2018年在最安全的民用共轴时升机、无人机领域成为全球的制造商。 然而,到了2018年,回看历年来公司的营收情况,从2014年到2017年,通用航空业务收入占ST德澳营业收入的比重,分别为5.79%,2.61%,4.48%和4.15%。 而现在公司的通行业务规模正在被缩减,因缺钱叫停部分业务投入。 公司近日也表示,未来公司的业务,将以小家电业务为主,不会因通行业务的投入,再产生新的亏损。 除了通行业务,还有一点更值得注意的,就是ST德澳的债务问题。 2018年一季报显示,今年1到3月,公司净利润亏损近2400万元。 公司仍处于资不抵战状态,严重程度到了什么程度呢? 原本应存在的德澳通行南通现代化产业基地建设项目,如今南密宗纪,曾经承载上市公司通行业务光明前景的三家公司德澳直升机,德澳斯泰尔,德澳发动机,如今却已人去楼空。 公司已经将公司的注册,办公地,松港松下工业园工业大到C9号,抵押给银行为贷款担保。 公司资金面的窘状可见一斑。 公司资金面的窘状可见一斑。 我当然正在":-